SBL新賽季將會在十九號點燃戰火 而因為先前在修賽季的時候 爆發了射賭和疑似雜球 重創籃壇 所以新賽季是以重啟初心為口號 籃琪在開季之前 還邀請檢方開設罰智奏域等課程 大聲說出重啟初心 搭配正臂或勝利手勢 SBL與WSBL各隊球員代表與教練 希望球迷在新賽季 看到嶄新風貌 曾效力T1中性特工的 東方易康 將從裕隆延續籃球生涯 舞臺得來不易 東方易康特別珍惜 而裕隆是上季冠軍 因涉毒與疑似假球案重創 九名球員遭逐出籃壇 補禁不少心血 目前還在磨合 且積極防堵 籃協則在開季前兩度邀請檢方 談法制教育 也談人際關係與毒品等法律知識 讓我印象最好就是很多球員 包含我自己在內可能覺得這件事情可能沒有這麼嚴重 可是如果上了法制教育之後就發現你可能認為不嚴重的事情之後會造成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遺憾跟所謂的一個犯罪的事情 比較多年沒有聯絡或是比較久沒有聯絡的朋友突然找一下會稍微考慮一下 當然盡量避免一些是非嘛 自以為沒那麼嚴重的事其實很嚴重 人際間互動要更謹慎 球員們認為獲益匪淺 籃協則強調風波後不少贊助商離開 但超級籃球聯賽是本土與年輕球員的舞台 只要還能辦就會辦下去 記者林曉惠沈志明台北報導